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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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發表聲明 指他們的領導人哈尼亞 已經致電了卡塔爾首相和埃及的情報局長 說哈瑪斯接納了他們提出的停火提議 聲明之中沒有提到停火提議的細節 剩下來的就是等以色列的回應 哈瑪斯之後就向半島電視台表示 有關停火提議分三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為42日 其中第二個階段最為關鍵 裡面規定以色列需要從袈裟全面撤軍 提醒大家 這不是哈瑪斯的要求 是埃及及卡塔爾提出的停火內容 以色列雖然未有一個官方的回應 但有官員表示哈瑪斯所接納的停火條款 並不是以色列所同意的條款 埃及的提議當中 部分的內容影響深遠 以色列無法接受質疑有關聲明是哈瑪斯的詭計 設計令到以色列成為了拒絕達成協議的一方 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危機持續惡化 不但以色列受到國際社會的不滿 建稱要繼續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總統拜登 亦受到極大的民意壓力 美國新聞網Axios 在昨日引述兩位以色列官員透露 美國政府在上星期已經暫停向以色列運輸美國製的彈藥 以色列官員表示 美國的舉措令到以色列政府深感憂慮 並試圖了解原因 美國白宮一直拒絕評論 白宮拒絕評論 國防部、國務院 還有以色列的總理辦公室 都沒有回應到Axios置評的請求 而在哈瑪斯接受停火協議之前 以色列傳媒報導 以色列有戰時外國通報在數日之內將會攻打加沙南部拉法口岸 要求拉法東部大概10萬名的巴勒斯坦人撤離 有媒體表示 總統拜登隨後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通電話大約30分鐘 拜登重新不支持以色列向加沙南部拉法視察地面攻勢 內塔尼亞湖向拜登保證會確保加沙和以色列接釀的海雷 沒有沙落、沒有口岸保持開放 運送人道支援物資 美國大學校園一連串的挺巴反戰示威持續 再有超過90人被捕 其中是芝加哥演藝學院一班示威者責刑留守第六日 竟然到場談判超過兩小時無果 拘捕了至少68人 在密歇根大學舉行畢業禮時有示威者高叫反戰口號以及揮動巴勒斯坦旗次 出席典禮的美國海軍部長德爾托羅多次暫停致此 示威者其後被捕安員大走離場沒有任何人被捕 在4月18日爆發校園示威以來 警方已經對於相關的示威行動進行了61次的拘捕行動 大約50間高尚學府合共有約2500人被捕 在我們加州 南加州大學校方在星期日凌晨在社交平台要求所有示威的學生離開 學生最終和平散去 學方表示沒有任何人在行動中被捕 下方早前也因為安全理由取消了原定在星期五的畢業典禮 洛杉基加大今日再有40多人被捕 而哥倫比亞大學今日也宣布取消畢業典禮 在賓夕凡尼亞州的North Braddock是一間教堂發生槍擊案 教堂直播片段可以看到牧師在講經時突然有個人走出來對他開槍 但牧師完全沒事還走到一邊避開 隨後就有人衝上來把槍手抓住 化解了這次的危機 為何這麼近距離對著牧師開槍也沒事呢? 是因為砍彈 Germany 牧師說 感謝上帝 只有上帝才能砍彈這把槍的子彈 警方說事發在星期日剛剛過了一時 26歲的槍手Bernapolite 在當地的一間叫做耶穌居所教堂試圖開槍 但是開不了 警方事後去到槍手的居所繼續調查事件 發現一名男子死在屋內 死者是56歲的Derek Polite 跟槍手有同樣的姓氏 相信是跟槍手有親戚關係 前總統特朗普向嚴勝之父 暗口廢案 繼續起馬克頓法院審理 法官密槍再一次判他違反禁言令 特朗普之前已經違反過禁言令 法官一次局判了他苟記 每一記審罰款一千元 今次亦不例外 令到總罰額已經達到一萬元 法官就說 禁言令的一萬元罰款已經去到上限 再犯的話就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而法庭已經積極考慮判他監禁 但這個判決依然會就前總統的身份 和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和相關的豁免權有無效都還未定性 可能會引來一些法律爭議 加州主張紐心宣布2023年加州旅行消費金額高達1504億元 遠超於2019年的1449億元 創下歷史新高 州長辦公室表示 根據非牟利組織到訪加州 發佈最新的報告顯示 2023年創紀錄的旅遊消費為加州及地方政府 產生127億元的稅收 比起2019年增加了3% 而去年觀光業再增加了64,900個新職位 令這個行業的僱用人數已經達到1155,000人 在宣傳片中 州長就在金門橋上說 加州貴為第五大經濟體 而且人口又在增長 兩者和加州的觀光業和娛樂業 都息息相關 他說 從世界知名的海岸線到世界最高的一棵樹 標誌性的城市和主題公園 加州吸引力無可遲移 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正在這裡體驗黃金州的美好 這個黃金州就不是一個星期的州 而是象徵我們加州的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法國 在馬克龍的陪同底下檢閱了法國海陸空三軍儀像團 替口習近平和馬克龍轉抵愛麗射攻 先和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議 再舉行中法雙方會談 習近平指出中國新能源產業在開放競爭中 練就了真本時代表的是先進產能 無論是從比較優勢 還是從全球的市場需求角度 都不存在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問題 馬克龍表示 當前世界面臨重大的挑戰國際局勢 處於關鍵的轉抵點 法國和歐盟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和中國加強合作 馮德萊恩表示 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對歐盟至關重要 歐盟希望和中國互相尊重 共同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今天的新聞報導完啦 五月是亞裔傳統月 新聞結束之前 我們看看由我們的記者拍攝在三藩市的精彩活動 有問題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提出 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和朋友分享 今天時間多 教我們看完 來吧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